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第二節 也是第二節的拍大巴角圖 我們剛剛1比0就贏了這個搬離 這節就要開股跟大家說 因為上一節臨尾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說這場球我覺得證明了什麼呢 跟這張照片都有關係 剛才第一節已經贊了Johnny Evans 在我心目中的最佳球員 但這張照片中 看到福仔和賀龍 也是我覺得這場球證明了的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福仔是否真的這麼毒食呢 這場球就有一個答案給我們 為什麼呢 我就記錄了福仔有份參與的進攻 其實在賀龍來到 即是說他有個前鋒的拍檔 也有個正正式式的九號仔的情況下 所以福仔的確是沒有那麼毒食的 首先一分鐘福仔已經有個機會了 他就是賀龍和賀尼拔 逼搶搶球回來給了福仔 他就真的射了門的第一球 OK 然後六分鐘 他就把那個波 就是 華古朗 逼了球回來 然後給了福仔 福仔就傳給班奴 班奴就右手邊走到左手邊 接應 然後一射就被對手擋出 所以這球球 福仔就是傳送的 接著十一分鐘 福仔就給了個波 給韓尼拔 然後再傳給賀龍 可惜賀龍不能保持 所以這球球 福仔也是選擇傳送的 接著到二十九分鐘 二十九分鐘 福仔也把波 傳給賀龍 就是一個直線 給賀龍 賀龍自己 拿單位之後 一射可惜就出了界 這個賀龍 真是一個 九號仔要做的 做了出來 所以福仔也做了傳送的角色 接著五十八分鐘 本奴就給了福仔 福仔也想傳給賀龍 但是很可惜賀龍 又不能碰到 差一點點 接著六十五分鐘 這球真的很明顯 這球球 福仔在禁區邊 撐了球 然後在偏右的情況下 推了一步 進去中間 老實說 平時來說 福仔這球球 100%是射了 但是他選擇傳給賀龍 賀龍很可惜被對手 擔了身位 就拿不到球 反而這球本 這球的六十五分鐘 其實他射可能 有機會比全球 但他選擇傳送 接著到七十九分鐘 和八十四分鐘 他都有兩個射門 兩球球都是一個 反攻的狀態之下 有一球還是賀龍傳給他 所以大家聽到 在我錄下 可能有漏掉 不知道有沒有漏掉 但是我錄下了的 福仔參與的進攻 在這場球 其實大部分的球 他都是幫忙做傳送 尤其是傳送給賀龍 而賀龍也有傳給福仔 所以這場球 我想告訴大家 證明了什麼 證明了福仔 如果是有支援之下 和有一個好的拍檔之下 他就未必那麼毒食 第二件事更加重要 就是福仔和賀龍 將會成為一個很好的拍檔 但是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說 今場球打得差的地方 就是包括 在前場很多傳送都傳得很差 以往來說 很多時候我們 譬如 在左右兩邊 打停了之後 傳回中間 然後可能作出一些射門 或者轉邊 之前都做得比較 Smooth一些 但今場球真的做得比較差 很多時候前場就比較容易轉攬 很多時候就比前走後 比左走右 這樣子的誤傳 大家都明白的 道理就是因為 很多球員都未必經常正選上陣 默契上是差一點 但是由於現在的受傷情況這麼嚴重 我們會不會把這場球作為一個基礎 有部份的球員 譬如漢尼拔 可以留下 繼續越踢越好 去搶到正選位置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因為這場球的漢尼拔 我覺得是成熟了很多 整場球沒有太多的不必要犯規 但是 也有個震懾能力在我們的前場 即是說 他在迫搶方面 真的做到事 老實說 雲迪迫都在板凳上高 為何漢尼拔正選 雲迪迫打後備 我相信漢尼拔 即是我經常說的一件事 他真的用了足球說話 告訴大家 究竟一個10號仔 坦克要求的10號仔 應該是怎樣 另外想說一些王牌的情況 那就是 華古朗 不是 20分鐘 達樂寺已經拿了王牌 但是這球球 達樂寺回不切身 就硬踢跌了 完全踢不到那球 所以一定是王牌 然後55分鐘那張王牌就有趣了 華古朗拿了王牌 但是這球 這個王牌真的有點自己愚蠢 就是什麼呢 對手就踢跌了卡斯美奴 他就想舉手 為何不讓王牌 視義球證 結果自己吃了一張王牌 對手沒有吃 就自己吃了一張 所以兩個 大家都知道 我們閘位球員很窄 現在沒有人 兩個閘位都拿了王牌 真的要小心 如果不是的話 就很容易糟糕 接下來就要說回這場球 我們踢得不好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之前踢得不好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在防守方面 我們那個一線的防守 不是頂級的一線 而是只剩下一條線的防守 又是出現了問題 剛才說上半場對手的機會 正正就是這樣 我看到 就算對手可能因為質素的問題 就未必把握得到 或者沒有人在那裏 但是 其實我們在12碼至18碼這個區域 基本上還是中門大開的 我留意到坦克的戰術是怎樣 其實他都是一線排開 看大約是6碼至12碼這個區域 有一條直線 但是 有一兩個球員是隨時預備 標前去擋對手蓋上來的球 但是這個玩法我覺得實在太平面了 我們的防守實在太平面了 其實我們的防守 是不是應該要立體一點點 有回一兩個球員 守回12碼至18碼這個區域呢 還是說其實這些應該是 再回來的球員去做的呢 而球員又回不前呢 我就真的沒有答案了 但是總之 對手一落底線 我們就搖底了 說真的 也在上半場9分鐘已經有一球 對手一落底線 就傳出來 而對手一落頭鎚頂到的 好作案了 撲走了 如果不是的話 就真的上半場這兩個機會 即是撞住那個 和這個頭鎚 都搬來幾一位 也是我們 即是基本上 你知我知 單眼腦多姿的弱點來的 那為什麼 仍然都這樣發生呢 我回答不了大家了 要坦坦才回答到 然後就是說 我們的後場猜傳 的確是穩陣了 就沒有一些不必要的失球 即是失球 即是失球 但問題呢 仍然都是 今季一直開季到現在 都是這樣 在後場猜 是猜到的 不過呢 就猜不到給中場 或者十球呢 只是頂擁得一球 或者兩球 猜到中場 去組織進攻 但是很多時候呢 就算猜到中場 都是打到後面的 所以呢 就變成了 全英式的踢法 就是長傳急攻 變成了 後場的球員 要先找長傳 即是打破對手 而我們那個入球 正正是同樣的情況 艾雲斯 就是今次 找到 Buno 而Buno也說真的 真是技術的表現 就是頭不著地 即是窩裡的狀態 即是一射入網 也都 我覺得這場球 很久沒有說過的Buno 要讚一讚他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他今場就打前了 也都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他近來的入球是少了 但是呢 因為他打後了 還有因為他打後了 就少了一些 即是斷纜的傳送 他的傳送呢 是比起以往 是真的穩定了一些 他是真的比較sure 才傳給自己的隊友 就沒有了以前那些 亂鬼的傳那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就不只是今場 我留意了很多場 尤其是今場球 他反而打前一點 我覺得他可以做多些 有危險性的傳送 但是呢 很多朋友都罵Buno 罵得很厲害 表面上來看 因為他的入球 相對來說少了 但是 他的助攻也是少了 但是原因就是因為 他有一些 叫做博猛 或者危險性的傳送 相對來說少了 所以 我反而覺得 他是成熟了 現在的情況 我們中後場 不是太夠人 但是前場 比較多 有潛質 或者有能力的球員 如果他要選 幫手打後一點的話 其實他是幫到球隊 我不知道 很多球 很多朋友 都覺得Buno 罵得很厲害 但是我自己覺得 反而Buno 尤其是這場球 我就算撇除他 不是入了那一球 其實 也是打得不錯 而且是成熟了 不知道大家同意 Anyway 雖然這場球 不是贏得很清脆的 老實說 也都是 全靠艾雲斯 真的超水準表現 才贏到這場球 但是我覺得 在我們之前的風雨飄搖的情況之下 這場球 雖然未必做到 一個很大的轉捩點 但是 起碼 定定一個軍心 令到我們 球員相信自己 喂 你們是有能力 要入球的 希望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以 穩步上揚 找回我們 贏球的感覺 以及 可以作出 一個適時的反彈 老實說 這場球 第二節都要再贊一次 就是我們的老長艾雲斯 第二百場代表萬輪上陣 踢得相當出色 助攻助手 其實理論上 如果他很核敵 這場球是一助攻 一入球 很可惜 因為自己的隊友 何龍越了位 所以呢 或者是阻擋了門章 事實一樣 只是他只有一個助攻 但是 都是那句 正如我第一節所說 千萬不要想著 長長靠他 因為 三個球員 艾力神 卡斯美龍 以及艾雲斯 不能夠一週兩賽 真的不好 今次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拜拜